大学学策放榜了 谈谈次级高中高三的学生上课一样用心 就是这样的风气和态度 让他们在学策拿到好成绩 56级分以上就等于是少一分的 各个最多少一分的 大概就有六个同学 相当于之前的大概是70几级分这样的成绩 所以今年普遍卡价是比去年好一些 那我们各个满级分大概25个人次 满级分的25个人次 自理林逸文就南瓜国英树三科 加上自然共59级分 拿到好成绩 他感谢有幸参加慈基医院举办的医学营 和志工服务 让他追求目标更有动力 当中就是体会很多人生的一些哲理 然后也因为这样就更坚定的想要行医 不管是读书或者是未来的那一个 就是慈善救人的这部分 都要比人家更认真 可是他是说这是他从小的职业跟梦想 所以他说他不怕辛苦 今年学测首度改采五选四 台南次级高中12年一贯的全人教育 加上服务学习 学生更能确立未来的方向 凭着信念努力达标 大约新闻派正针对平台南报道